今天是8月18号 周日 以后明天就会开盘了 就在这个周日突发了重磅的消息 这个消息对全球资本市场来说就是一个深水炸弹 到底是什么消息 159国将采用金砖国家新支付系统 主要的推动是俄罗斯 中国等这些新的成员国 这个消息为什么对全球资本市场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因为它直接影响到美国以及美元在全球的地位 这新支付系统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 可以避开美元单边的支付 这是一个非常重磅的地方 以前我们是吧去买东西的话 或者说去卖东西的话 进行国际贸易交易 都是要通过美元划算的 但是现在159个国家采用金砖国家新支付系统的话 就可以避开美元 实现这个单边的交易 这是一个什么 去美元化 对不对 那对整个全球资本市场说 就是一个非常重磅的一个信号 关键是什么 关键是159个国家 这不是小数 如果说是来把几个国家 十几个国家可能 还影响不大 但是100多个国家 你想想 这个影响确实是非常大的 那对于我们A股来说 是机会还是风险呢 其实我想告诉大家是 这个时候 如果你再不去买好票 再不去潜伏好票的话 可能真的来不及了 A股的大反弹 尽在咨词 大反攻 随时都有可能爆发 那接下来我们 到底该往哪里去呢 哪些行业才是我们真正值得重视呢 讲之前 评论区一波 支持一下 觉得我讲了有理的点赞加关注 这个消息出来以后 就全面刷屏了 我给大家说一个事 为什么这个系统对全球影响比较大 大家知道 以前你会发现就是美股涨 那么他会什么 他会吸引更很多的资金 尤其是国际的热钱去参与 美股参与美元的 这个炒作 那为什么你仔细看 全球股市除了中国 除了中国股市 还有港股 走出了这个单边的下行走势之外 其他的几乎都是跟美元 跟美股同步的 那为什么 因为他们很多的国家 跟美元 跟美国 是吧 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所以说白了就是被美元给绑架了 被美股给绑架了 你看包括日本股市 包括 冰冻股市 他们总是几乎都跟美股同步的 是不是 那我在前段时间跟大家讲过 日本股市 日本股市的话 这段时间波动比较大 那么 女人是什么 还是受美股 你一下 还有就是 日本股市现在风险是非常大的 因为他的这个 资产 据说有百分之几十是属外资控股的 外资持有的 那里下一大 出现这个外资大规模出逃的话 那么很有可能造成一个什么金融 金融崩盘 对不对 那现在日本也有一个什么一个优势 那优势是什么 大家知道吗 就是日本央行 一直实行零利率 不管是借钱出去 还是存钱 几乎都是零利率 所以他在这几年借了很多钱 借到国外去了 那么 很据说也有好几亿美金 对吧 那么 好几万亿美金 几万亿美金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想想一旦他的系统 他的国内的这个资金流出的话 那么他就会把借出钱收回来 那么怎么说 加息 据说是吧 一旦出现这种系统的话 他就加息 加速这些钱流流到国内 以后稳住这个市场 所以相比起来 包括一些其他国家都在做这样的促势 应对美元在9月份的降息 但是明显的对我们中国来说 我觉得并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反而是利好 首先我们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 A股确实是属于一个低位 对不对 我们的位置确实属于低位 另外一个大家知道吗 就是我们的 很多个股真的是便宜 真的是非常之便宜 为什么说是非常便宜的 我在前几天给大家分析过 分享过 我们A股现在5000多支票 5000多支 5300多支票 大家知道吗 破净率导致到了14点多 也就是说有14点以上的票 他的价格抵不过他的什么净资产 你先讲这是什么概念 所以说白了我们很多的公司是属低估的 有人会问 我们还有80%的股票 是吧 这个就看你怎么选了 所以我一直强调大家 我们A股的炒作思路已经发生了变化 短线选手盯着热点板块去 中长期选手买好股 买龙头股潜伏 后卫问就是一个最佳的选择 这是大家需要注意 可留意的 一旦我们新的支付系统避开美元 那么美元很可能就不吃香了 那美元不吃香了 再加上美元在9月份要降息 所以国际热钱很有很大一部分 会我估计会流入我们的A股资本市场 还有我们相关的一些市场 所以这是一个机会 一个巨大的机会 那么对一些行业里面的一些 脚要走来说 一些好股来说 就是重点了 朋友们一定要抓住这些核心了 好 这个原理这个原因 我跟大家都讲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讲具体的方向 麦斯如果要来抄底的话 他抄的是什么 他肯定不会像我们一样的 去参与什么垃圾股 去买ST股 他肯定会买什么 买好票 那么什么叫好票 其实我们的核心资产是什么 大家都知道我们的核心资产是银行 但是银行相对来说已经涨了高位了 对不对 已经得到高位了 但是我想问一下大家我们的银行贵吗 其实我们的银行真的不贵 你去看一下我们银行的市盈率 四大行五大行这样子的都在6倍左右 还算是涨高的了 很多的银行已经在5倍以下 在5倍以下 说明什么 说明我们的银行 估值非常之便宜 前面跟大家说过 对比美国银行 美国银行是13倍左右的市盈率 我们是6倍 中国银行 工商银行 所以你看人家比我们还贵一倍 还有多 你觉得我们银行贵吗 不贵 所以我在前面跟大家讲过 如果你想稳 你也想稳定 你就盯紧的四大行五大行这样子去 对不对 我跟大家说得很清楚 另外一个就是银行板块的一些 前期涨幅比较大的一些小票银行 在高位的我们就不要去了 我们就不要轻的去顶了 这是大家需要注意的 好 除了银行是我们的核心资产之外 还有谁 中仲头 对不对 中仲头很多是我们的核心资产 在周五的话 你看中仲头出现一个下跌 这个跌幅相对说比较大 0.79 那么 我们怎么理解 其实我也跟大家说过 中仲头这个方向调整下来 杀下来 我们就可以低息 我们就可以潜伏 对不对 那么潜伏一些核心资产 一些重点 那么有人问我们的核心资产重点在哪里 其实中仲头里面的核心资产在哪里 我在前面跟他分析过 分几个方向 首先就是我们的核心资产是移动电信 对不对 这个运营商 但是你看中国移动 中国电信 中国联通这些都涨高位了 所以这些我们是吧 不要去轻松去追 那么 说这些是不是还有什么 我们还有很多核心资产 比如说我们的大基建方向 其实也是核心资产 有人会说我们大基是什么核心资产 中国基建技术全球 应该是第一的 那么这些没有 没有 难道就真没有技术吗 在大海里面架桥 在大海里面是吧 修桥墩 在山区里面架高架桥 难道就没有技术吗 所以这个技术是非常牛逼的 所以我们的一些核心资产 也是值得大家注意的 还记得把我在前期跟大家讲过 我们中国 基建里面的核心龙头是谁 中国中车 中国建筑为代表的 但你看下中国建筑怎么样 怎么样 市盈率现在4.3倍 那么你会发现他的股价一路走高 这个股价 马上走 看这里 对不对 他几乎是在16层军业线就有什么强制称 所以你说这种资产 这种股票 有没有吸引力 我觉得还是有的 不仅是他还包括中国中铁 中国交界等等 这些 其实很多相对来说都是在低位 市盈率也不是很高的 那么这些很有可能赢来补涨 现在不涨不代表以后不涨 所以中长期来看 我觉得这些位置都是比较有优势的 公司是比较低的 所以是都有可能爆发的 这大家需要注意的 好了 除了这些还有什么 我们中策里面的什么 一些科技 一些军工 也是值得注意的 很多的低位的 一旦你抓队 主要的一个农头了 就能够获利吃到肉 吃到大肉 好了 除了这些之外 我们的这些优质股还有什么 这个周末不得不说北九 北九业绩是确实稳定 在今年这里出现一波 跳水的情况下 那么近段时间很多的北九发布了上半年的业绩报告 那么业绩报告的话 仍然属于一个增长的 甚至有一些在增长幅度达了20个点或者20个点以上 它的利润还是不错的 有人会问 为什么在赚 股价在跌 跌的这么惨 原因就在于什么 原因就在于它的销量的下滑价格的部门 但是在去年 去年的话很多高档北九都提了价 提了10%到20% 所以它的业绩就体现在它的价格上面 销量下滑了 但是它业绩 它的什么价格提上去了 所以它营收提上去了 营收提上去了 它利润是不是提上去了 它利润其实也提上去了 所以这是白九板块在今年 跳水撒跌的情况下 还能维持业绩的增长 但毫无疑问 这对这个板块的话 短期有一个刺激 迎来抽跌反弹的概率是比较高的 所以这一块的话 我觉得大家也是需要注意的 需要留意的 好 除了这些之外 那还有什么 说真的 我们的 这个 一些 行业里面北马 比如说家用电器这一块的话 设备这一块的话 其实位置也是很低的 大家记得就是在前几天我也跟大家讲过 今年上半年 我们的半导体的出口 已经达到了几千亿 5000多亿 以前我们芯片都是靠国外进口 但是我们现在还能出口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中低端的芯片 不输国外了 我们中低端比他们没得差了 差了就差了高端 所以我们这些东西都已经快崛起了 包括我们那些什么一些电子产品 现在在全球都是具备竞争力的 所以这个方向 一些核心的票 也有可能被什么 被外资给关注 给是吧 给买入 这个是大学做的 再加上前段时间国家不是说了 3万亿的设备更新吗 所以我们的一些 什么一些高端的一些 行业里面的龙头也是值得注意的 当然除了这些之外 还有我们超跌的方向 超跌方向不用我说 这段时间明显的超跌方向是什么 白酒房地产 加医药 医药的话在周末有出大利好 头斗事件 对吧 这个很成为国际公共的卫生事件 所以他很有可能 迎来一波强劲的这个犯弹 你看看 说了这么多 是吧 其实我们的A国机会还是很多的 但是你要记住 你是做短线 还是做中长期 如果你是做短线 一定要买热点核心品种 跟风的不要去 但要是做中长期的话 做波段的话 你就盯着我刚才讲的这些行业里面的一些 核心龙头 意味潜伏进去就好 等待它爆发的到来 我觉得今年以来我们的国家对做的 非常成功 大家可能会发现我就是前段时间爆出的一个数据 就是国家对在这上半年 赚了几千个亿 对吧 5000多个亿 钱怎么赚呢 他钱就是买这些优质的 尤其是买银行的 他这些在这些上面赚的 对不对 这个钱 你想想是吧 好 我不说别的 再回到市场 A股 生态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了 那么以后可能会是这种分化模式 什么意思 以油脂为代表的热点 是吧 炒作 以国家队为代表的优质龙头股的买入 所以我们看你怎么选 你是做短线吗 做短线好 你盯着热点 去博弈 你是做中长期 你就盯着国家队买入的方向 优质龙头去 去做博弈 这是其他的 你一概放心 有些人总是情况 比如说我买了这个板块又不是热点 又是销队的低位 你看他说我再去低息 我告诉你 这种方法不对 不是热点 又不是国家队买入的 很多情况下他跑不过大盘 那盘房起来 大盘走起来 他可能是吧 还在这里磨磨疾 这是大家需要注意的 综合市场各方面的数据和这个情况来看 A股 大反弹的机会真的是非常的近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你还在盲目割肉的朋友们 不靠谱 不靠谱 你很有可能错过今年下半年 最大的一波回暖的行情 今年下半年最大的一波 回本的机会 你要是错过了 后悔一年 甚至后悔几年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大家 抓住这点 抓住核心 有度就好 其他方向的话 除了新热点之外 那我们以前刚才说过的主线 科技加汽车 仍然是重心 盯紧了